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土耳其历史简本》一书的播放权 作者,雅各布·布莱克伍德 出版,简报出版社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 介绍 这本书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 这个国家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 它是人类文明的长期十字路口 有助丰富而迷人的过去 我们将探索土耳其历史的许多方面 从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明到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再到今天的现代世俗共和国 您将了解塑造土耳其历史的许多伟大帝国、文化、宗教和人民 从赫提人到拜占庭人 从奥斯曼帝国到库尔德人 我们将研究过去促成土耳其国家发展的重大政治 社会和文化事件 以及土耳其在世界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在本书结束时 您将对土耳其的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并欣赏这个非凡国家的文化 一简介 土耳其是一个迷人的国家 位于中东的中心 拥有丰富而复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它位于主要贸易路线附近 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一直是文化 商业和军事力量的重要中心 土耳其有许多不同的影响 包括拜占庭帝国 奥斯曼帝国和各种其他文化 土耳其还拥有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化 充满活力的城市 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丰富的烹饪文化 本章介绍了土耳其从开始到现在的历史 第二章 土耳其概况 土耳其是一个欧亚国家 位于西亚安纳托利亚半岛 与八个国家接壤 西北部与希腊和保加利亚接壤 东部的乔治亚 亚美尼亚和伊朗 东南部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和北部的黑海 土耳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早在西元前七世纪就由安纳托利亚狩猎采集者首次定居 随后 一系列文明定居下来 包括赫提人 希腊人 波斯人 罗马人 拜扎人 亚美尼亚人和塞尔著人 11世纪 塞尔著朗姆苏丹国在安纳托利亚建立 并在科尼亚市建立首都 这一时期之后是奥斯曼帝国 它在14世纪和15世纪扩展到整个东南欧 非洲北部和中亚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于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 在共和国时期 土耳其发展了经济 经历了许多政治动荡和改革时期 近几十年来 该国已将重点转向更加民主 拥抱自由市场经济 并于1952年成为北约成员 今天 土耳其是一个现代的 世俗的 民主的共和国拥有八千多万人口 是一个主要的地区大国 三史前土耳其 土耳其是一个有著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的国家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见证了无数文明的兴衰 要了解土耳其这个现代国家 重要的是要看看它的过去 本章将探讨土耳其的史前时期 从旧石器时代到古代 土耳其的旧石器时代 可以追溯到大约180万年前 被认为是该的区第一个人类居住的时间 在这一时期 众所周知 狩猎采集社会 以及一些有限的农业存在 这个时代在西元前8500年左右 随着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土耳其的新石器时代 始于西元前8500年左右 出现了更先进的农业文化社会 这个时代最著名的考古遗址 是Katohoyuk遗址 它是在科尼亚省发现的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 这个时代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结束 图基的 青铜时代始于西元前3000年左右 见证了更先进社会的出现 以及贸易的开始和文字的出现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该地区强大的帝国的建立 例如赫梯帝国 青铜时代在西元前1200年左右结束 土耳其的铁器时代 始于西元前1200年左右 见证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等大型帝国的崛起 这一时期在西元前800年左右 随着希腊人在该地区的出现而结束 土耳其的 古代时期始于西元前800年左右 随着希腊人的到来和特洛伊城的建立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等强大帝国 这一时期在西元1453年左右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开始而结束 土耳其的史前时期是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该地区及其人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虽然这一时期现在基本上被遗忘了 但它是对该国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的重要提醒 四时期时代 土耳其的历史始于时期时代 当时人类首次在该的区定居 考古证据表明 早在旧时期时代 狩猎采集者就生活在现代土耳其地区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一万两千至八千年左右 它们是游牧民族 以小群体生活 靠狩猎野生动物和收集植物 坚果和植物卫生 在此期间 石器被用于狩猎和采集 以及制造武器和工具 新石器时代 西元前八千至六千年 见证了该地区第一个农业定居点的出现 最终导致了城市的发展 在此期间 人类还用石头开发了新的工具和武器 以及陶器 编织和其他工艺品 宗教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实践 该地区崇拜的神和女神的万神殿 仍然反映在当今 土耳其人的许多实践和信仰中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 在安纳托利亚 土耳其所在的地区 可以看到城市化的最初迹象 城市开始出现 文明发展 为土耳其历史的下一个时代 铺平了道路 五 青铜时代 土耳其的青铜时代 始于西元前三千年左右 一直持续到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 在此期间 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人 占领了该地区 从赫梯人和胡里安人 到亚述人和吕底亚人 这些文化中的每一种 都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发展 做出了贡献 青铜时代 以其金属的进步而文明 这使得强大的武器和工具得以发展 这也导致了贸易网络的发展 这些网络连接了该地区的不同的区 这一时期也以书写系统的发展而文明 赫梯人使用楔形文字来记录他们的法律 仪式和其他资讯 随着青铜时代的进行 该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赫梯人成为主导力量 统治住现在 现代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 以及叙利亚 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 最终 他们的力量受到亚述人的挑战 亚述人在西元前九世纪 征服了大部分地区 到青铜时代末期 现在被称为土耳其的地区 已经基本统一 亚述人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 随着西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的崛起 该的区几个世纪 以来首次处于单一大国的控制之下 六铁器时代 土耳其的铁器 时代随着赫梯帝国的出现而送扬甲 这一时期始于西元前1200年左右 结束于西元前500年左右 在此期间 赫梯人是安纳托利亚的主导力量 也是铁器时代的主要参与者 赫梯人由中央 政府和一些附庸国组成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宗教和文化 赫梯人是国际商业和政治的主要力量 他们也是该地区第一个使用铁的人 赫梯人是该地区的主要 力量 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安纳托利亚 他们负责将铁器时代的技术和文化传播到世界 其他地区 他们拥有广泛的贸易网络 延伸到印度 塞浦勒斯 叙利亚和埃及 赫梯人还在他们的帝国周围建立了防御攻势 他们发展了一支包括战车 步兵和骑兵在内的复杂军队 赫梯人还创造了自己的书写形式 称为楔形文字 在现代仍在使用 楔形文字被用来保存记录 写下法律 条约和宗教文本 这有助于进一步传播他们的文化 赫梯帝国在西元前1180年左右崩溃 这迎来了一段政治和社会动荡时期 该地区被分裂成许多小王国 每个王国都试图控制该的区 这一时期被称为安纳托利亚的黑暗时代 土耳其的铁器时代在西元前500年左右结束 当时波斯帝国征服了该地区 波斯帝国标志住安纳托利亚新时代的开始 铁器时代逐渐消失 土耳其的铁器时代是该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它对该地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七古代土耳其 土耳其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该地区是一些已知最早的人类定居点的所在地 该地区被认为是文明的摇篮之一 该地区见证了一些最早的文明的崛起 例如赫提人 他们为该地区的文化和技术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现代土耳其是一个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的大国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该地区文化和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奥斯曼帝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 总部设在土耳其 是整个中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奥斯曼帝国在整个地区的外交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遗产至今仍可见 几个世纪以来 土耳其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影响 并且一直是许多不同的权力和权力的家园 该地区历史上的希腊时期特别有影响力 因为它给该的区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军事坦丁堡的崛起 军事坦丁堡成为整个麦地纳地区重要的贸易枢纽 土耳其历史上另一个重要时期是塞尔柱时期 塞尔柱帝国崛起 塞尔柱人是突厥人 对该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能够在中东和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驱巩固权力 最后 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帝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 在整个中世纪都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它是整个的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主要经济力量 其遗产至今仍可见 土耳其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关键时刻和转列点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该的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过去一直是塑造该国文化和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它仍然是该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8.赫提帝国 赫提帝国是一个青铜时代的安纳托利亚城堡 以哈图萨市、现代土耳其、伯阿兹卡来、魏中兴 起源于西元前1600年左右 一直持续到西元前1180年左右 赫提人是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的青铜时代民族 他们在西元前二世纪中叶建立了一个帝国 赫提帝国是古代中东最早的伟大帝国 也是最持久的帝国 赫提王国是古代近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从西元前1600年到西元前1180年 统治驻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赫提人是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 他们发展了文字系统、复杂的法律体系 并与埃及、亚述、巴比伦尼亚和近东其他大国 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赫提王国以其军事实力而闻名 其战车广泛用于战斗 赫提人还以其工程技能而闻名 特别是在建造防御公式和纪念碑方面 例如今天仍然屹立的布格斯凯利堡垒 赫提人还负责将链铁引入近东 彻底改变了战争和艺术 赫提帝国最终在西元前11世纪后期衰落 留下了文化成就和技术进步的遗产 9.弗里吉亚王国 弗里吉亚王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 大约在西元前1000年 这西元前676年存在于现在的土耳其 它是中东最早的文明之一 也是铁器时代安纳托利亚文化的一部分 弗里吉亚人是一个独特的印欧人 他们从西元前10世纪到西元前6世纪居住在该地区 并负责将文明的几个方面引入该地区 弗里吉亚人是一个部落民族 有著复杂的社会结构 他们由君主统治 实行封建政府制度和部落贵族 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是农业 他们严重依赖贸易 他们与安纳托利亚 希腊和爱琴海的其他地区进行贸易 弗里吉亚王国最著名的统治者是麦达斯国王 他因其传奇的天赋而被人们铭记 他将他触摸过的任何东西都变成了黄金 弗里吉亚人也以制作青铜和铜器而闻名 这种工艺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 因为他们被称为古代世界著名的商人和创新者 弗里吉亚人于西元前547年被波斯帝国吸收 他们的文化逐渐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取代 然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的痕迹仍然可以在今天的土耳其找到 例如安纳托利亚的许多传统名歌被认为起源于弗里吉亚文化 十旅底亚王国 旅底亚王国是一个古老的王国 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 经土耳其建立于西元前8世纪 旅底亚王国由一位半传奇的伊奥利亚人王子建立 被称为Gayges 他是萨迪斯市周围地区的统治者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西罗多德的说法 吉格斯是旅底亚国王赫拉克勒斯的后裔 但这仍未得到证实 旅底亚帝国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以其财富和先进的冶金技术而闻名 C-Lydian人以其手工艺而闻名 特别是在经营首饰领域 王国还负责发明铸臂 这是他在古代世界的第一个亲属 旅底亚王国有许多有影响力的国王统治 包括吉格斯、阿尔迪斯、萨迪亚特斯和阿利亚特斯 众所周知 这些国王扩大了王国 使其在西元前六世继达到顶峰 西元前546年 该王国被波斯人征服 旅底亚王国被并入波斯帝国 旅底亚帝国是古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该地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国对先进冶金的发展和铸臂的发明负有责任 这将成为中世纪的重要方面 十一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是一个古老世界的超级大国 东起印度河流域 西跨爱琴海 南北横跨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 阿契美尼德帝国由居鲁士大帝于西元前550年建立 统治波斯人民 直到西元前330年灭亡 阿契美尼德帝国由其首都苏萨统治 苏萨位于今天的伊朗 帝国被划分为多个省 每个省由一名总督统治 总督负责确保对阿契美尼德国王的忠诚和征税 阿契美尼德帝国以其宽容和财富而闻名 波斯人对新思想和文化持开放态度 并允许在他们的领土上实践不同的宗教 此外 阿契美尼德帝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之一 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道路网络 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和卓越的工程成就 虽然 阿契美尼德帝国强大而有影响力 但它最终在西元前330年 被亚历山大大地推翻 它征服了波斯 开创了希腊和罗马统治的新时代 尽管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 波斯人民的文化 宗教和语言得以保存 至今仍然存在 今天 阿契美尼德帝国因其在艺术 科学和工程方面的成就 以及将古代世界统一在一个单一统制下的尝试而被人们铭记 土耳其和中东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伟大帝国的一部分 因此土耳其的历史与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十二古典土耳其 土耳其的历史悠久而复杂 可以追溯到安纳托利亚的古代文明 安纳托利亚是赫梯、弗里吉亚、乌拉尔和利西亚文明的故乡 这些古老的文明催生了特洛伊士和早期书写系统的发展 几个世纪以来 不同的地区和势力在该的趋势加了影响 例如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 在七世纪 该地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 他们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这个帝国开始统治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 土耳其的文化和经济受到伊斯兰传统的极大影响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奥斯曼海军的崛起 和军事坦丁堡作为主要港口城市的崛起 19世纪 面对欧洲帝国主义 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 在1912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之后 土耳其于1923年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一时期见证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出现 和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开始 自那时以来 土耳其共和国面领许多挑战 但也取得了许多成功 土耳其发展了现代经济 并已成为联合国和北约等多个国际组织的成员 该国在调解东部的冲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 土耳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参与者 其历史继续塑造其身份 13希腊化时期 希腊化时期是标志住从古希腊世界古典时代 向罗马帝国过渡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通常与希腊与世界的发展 罗马城邦的出现 以及希腊文化向地中海 中东以及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传播有关 从古典时期到希腊化时期的过渡 以西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 以及随后他的四位将军瓜分其庞大的帝国为标志 这四位将军 托勒密 瑟尔 尤库斯 安提科和利西马克斯 成为前帝国四个主要继承王国 瑟琉古帝国 埃及托勒密王国 马其顿和瑟雷斯的安提哥尼王国 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利西马克斯王国的统治者 希腊化时期是一个巨变的时期 特别是在政治 宗教 艺术和文学方面 在此期间 希腊文化蓬勃发展 建造城市 修建道路 树立纪念碑 以纪念统治者 从本质上讲 希腊化文化和哲学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如印度和中国 是这一时期成功的主要因素 尽管这一时期取得了成功 但希腊化时期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颓废和政治不稳定 这导致了他的最终衰落 虽然希腊化时期一直持续到西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征服 但他对世界的影响今天仍然能感受到 十四 罗马时期 土耳其历史上的罗马时期始于西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崛起 一直持续到西元十五世纪败暂停帝国的灭亡 在此期间 土耳其是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枢纽 罗马人在土耳其的第一次存在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 西元前四世纪在哈利卡纳苏斯市建立了罗马殖民地 在接下来的极客世纪中 罗马人开始在早期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城市 道路和基础设施 为现代土耳其奠定了基础 西元一世纪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建立了小亚西亚的省份 其中许多省份现在是今天土耳其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 罗马人还建造了基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 包括迪迪玛的阿波罗神庙 欧罗摩斯的宙斯神庙 和以弗所的阿尔推弥斯神庙 罗马人还向土耳其引入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影响 例如Christianity 它在西元四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这塑造了该地区 未来几个世纪的文化和宗教 罗马时期 随着西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而结束 这标志住土耳其历史上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开始 15拜占庭土耳其 土耳其是一个位于中东和北非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土耳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该地区最早的居民被称为赫提人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 这个国家被连续的帝国征服 包括罗马帝国 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拜占庭帝国也被称为东罗马帝国 是欧洲持续时间最长的中世纪帝国 它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 从西元330年成立到1453年沦陷 这个帝国主要位于现代土耳其 当时被称为安纳托利亚 在拜占庭时期 安纳托利亚地区成为重要的学习 艺术和文化中心 在此期间 君士坦丁堡 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成为仅次于罗马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拜占庭帝国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成就而闻名 例如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其艺术和文学 在拜占庭统治下 东正交蓬勃发展 当时的语言是希腊语 然而 该地区的人口是希腊人 拉丁人和其他民族的混合体 此外 该地区是宗教的大熔炉 基督教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并存 拜占庭帝国长 瘦 但最终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 奥斯曼帝国扩张到安纳托利亚病 占领了四个多世纪 直到1920年沦陷 在此期间 该地区深受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成为伊斯兰中心 伊斯兰教是多数宗教 今天 土耳其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 仍然深受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它的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时期的过去 仍然可以在该国的艺术 建筑和语言中看到 这证明料这些工人在塑造国家方面发挥的作用 16 拜占庭帝国的建立 土耳其的历史与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密切相关 拜占庭帝国也被称为东罗马帝国 成立于西元330年 当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 也称为君士坦丁大帝 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 经伊斯坦布尔 这标志住拜占庭时期的开始 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 1100多年来 拜占庭帝国一直是地中海 东欧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力量 今天在土耳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力 拜占庭帝国主要关注东正教 其统治基于扎士丁尼法典 这是拜占庭皇帝扎士丁尼一世 在六世纪编制的一套法律 这部法典对整个欧洲民法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拜占庭帝国在六世纪中 夜达到顶峰 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中心 君士坦丁堡市是商业和文化的主要枢纽 拥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堂和纪念碑 包括圣非亚大教堂 帝国最终在1204年分裂 当时拉丁十字军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争期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成立 而拜占庭帝国的其余部分成为伊比鲁斯的暴君 拜占庭帝国的法尔标志驻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开始 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奥斯曼帝国由奥斯曼一世于1299年建立 最终成为历史上最大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到16世纪初 奥斯曼帝国已经控制了中东和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 包括前拜占庭帝国 奥斯曼帝国一直控制住该地区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当时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成立 结论 土耳其的历史令人着迷 充满了可以探索和欣赏的丰富资讯 从新石器时代的古代文明到奥斯曼帝国的发展 再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这个国家有着悠久 丰富 复杂的历史 随着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出现 土耳其人民既接受又创造了一种捕捉其丰富多彩历史的现代身份 这本书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 展示了其迷人的旅程 谢谢收看